民眾黨今天去告 會計師端木正 監察院也派員去查核了 會計師的端木正的朋友透露 端木正跟柯振穎已經鬧翻了 柯振穎的特色 不好意思 就很容易跟人家鬧翻 就不懂為什麼 前助理 前發言人 柯振穎的前攝影 我記得要跑出來 前這個 前那個 前那個 都這個 這是連前怪計師 現在叫做前怪計師也鬧翻了 所以鬧翻 民眾黨說 今天還沒有告的原因 是因為檢方在查案搜索 所以要配合檢方搜索 正在整理資料 所以本來要去告端木正的 所以稍微延後一點 但是黃珊珊已經按您提告了 黃珊珊按您提告端木正 黃珊珊說 我告你 另外北遣也約談端木正 端木正最近很忙 端木正說政治現金申報 他並沒有經驗 以前沒幹過這事情 事實上也是 不是美國會計師都申報 政治現金的經驗 不過也沒有什麼特別 很簡單 申報很簡單 很多時候不用會計師 一般人都可以申報 只是這種大顯的 要給會計師看一下 表示比較公正 會計師簽個證等等比較好 民眾黨說要找第三方 會計團隊來查帳 是有必要的 因為你再找同樣的會計師 你也不信任他 對不對 他也不跟你幹了 第三方的會計師 那麼另外這個政治現金 監察院政治現金 key in的後台 民眾黨說沒有收到款項 你要實樂就是端木正改的 就是說意思是他去調整改的 所以就是說民眾的講法說 我有收到很多錢 我也花掉很多錢 但是會計師因為時間來不及 沒有辦法去每個每個每個去申報 就把這些錢 花的錢都放在兩個公司裡面 意思是這樣 那這兩個公司就說 我沒有收到這個錢 那會計師信也不承認 那另外這個 柯文哲發個信給黨員 承認自己用人不當 因為用人不當是我責我盼 那你用的人嘛 所以我要負責 而且缺乏專業的團隊 其實這個帳也不是專業團隊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帳 這個帳你就 找兩個會計事務所也可以 會計人員也不是那麼難找 而且這個帳就有流水帳 他不是說多複雜的帳 那端木正說民眾黨說他調節2000萬 所以黃珊珊一度很深情 你怎麼會了解 那另外這個民眾黨要告端木正 今天黃珊已經告了 那說端木正背景很硬 曾經在諸國榮當財務長當了十幾年 所以認為他也不是省民的燈 所以認為柯文哲你惹錯人你告他 對不對 你告他你自己的帳 你小心他反過他咬你一口 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今天早上呢 調查局的人員直接到臺坡來進行搜索 要跟各位抱歉我們要延後提告 原本上午要對會計師端木正 提告偽造文書罪 但因為柯文哲臺坡辦公室 以及同一地點 木可公司都被檢調搜索 民眾黨決定延後提告 同一時間14號上午 檢調也發動搜索 端木正所屬的會計師事務所 早在找不到人 民眾黨直指端木正 擅自調節差額約一千八百一十七萬 將近兩千萬 調成九筆申報 民眾黨說端木正 給的理由是時間來不及 包含被調節的 石勒 尼奧以及木可公司 還有競選團隊都不知情 我想好什麼策略 幹嘛 什麼策略 會這麼問 就是因為端木正背景曝光 曾在前國保警團總裁 朱國羅身邊 擔任財務長十多年 和檢調長時間交手 還全身而退 因此也被質疑 端木正 怎麼可能賭上自己的 會計師聲譽 難道背後有人指使 而綠營也加碼揭露 會計師只有查詢功能的 唯獨模式 端木正必須取得 柯文哲或總部助理權限 才能進行系統登打 有六個權限 那其中有兩個權限呢 是給會計師 跟會計師的辦公室同仁 他的助理 授出證據 指出監察院KIN系統裡面 六個權限 其中兩個權限 就是端木正和他的 陳姓助理 而且尼奧以及十六藍位 就是端木正更改 和端木正隔空對槓 檢調介入調查 早晚對不公堂 小巫委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犯錯 一定有犯錯 但是這裡面還是有點怪怪的 第一件 我覺得怪怪的大家去思考 換一些角度思考這個問題 藍綠執政 輪流執政 多少的弊案都是天文數字 最後為什麼都無己以忠 而且後續 後面的接任的 也不會去挖前朝 大家相安無事 但是柯文哲 這個台北市市政府一下來 後面的一直要捅他 然後包括這 我覺得這就怪怪了 就是大家為什麼民眾黨的 為什麼柯文哲的事情 特別的大家都要往實力打 然後這一個 這件事一點 不太符合我們現在的政治 然後大家要檢討 應該一併去檢討 第二點 還是一個問題怪怪的就是 其實整個的 那個貨源在哪裡 整個選舉 剛才趙董也講到 我們在講日本 民族政治就是金權政治 大家都不願意說出來的 真實的假象 真實的假象 你說我們的中選會 規定總統的選舉 最高競選經費是4億多 4億多 然後結果我們最後申報 賴清德申報是5億多 柯文哲是申報了4億多 然後侯友宜才2億多 各位 這一個的數字 如果大家要不要去清算一下 把所有的活動 如果你們會去算的 每一場活動的執行費用多少 去算一算 搞一整年 這樣會2億多嗎 這樣會是3億多 基本上應該成10倍 才符合真相 如果有任何一個經驗的人 那這就是路人以罪 因為你們很多的賬 你是沒辦法申報的 人家捐款你超過以後 是違反規定 你看美國賀錦麗 一上來以後 一兩個禮拜 百億 募款百億 他也直接公開公告 台灣就很作假 政府先說一個射假 你超過的也違規 然後他為了閃躲那個東西 所以我想選舉的 好 但是因為大家藍綠 長期執政 他們選舉經驗很豐富 所以都知道怎麼安排 所以都沒事 今天柯文哲 當然第一個就是裡面 裡面我覺得就是一定有問題 就是那個賬 那個賬就是對不起 對不起就已經有問題 有問題是一種虛義的貪污 要貪污嗎 這個還不是貪污真的錢 這不是 這個是只是賬 最多只是賬目不合而已 因為不是 這是四目的錢也不是拿公堂 所以不涉及貪污 那只是說報賬的時候 違反這個申報 申報不符 這是違反的是會計法的一些 相關的問題 那柯文哲經常會講說 說一定有瑕疵 這瑕疵一定要對 因為這錢都是小額捐款 然後很多的小草 很多的自私責來 然後你現在這樣對不起來 然後老了這一些 然後這一些問題 當然一定要說清楚 那柯文哲經常會講說 第一次第一次犯錯沒有關係 要把他建立SOP 以後不要再犯 我看你連第一次犯錯的機會都沒有 你不要就是想說 因為他民眾黨畢竟五歲 真的有很多財力不足 人力不足經驗不足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連第一次犯錯的機會 你抓了 因為大家都要把你往死裡打 那他的我也相信 現在都已經檢調都進去了 然後整個的查 我相信後面一定會查出又更多的東西 這是連環報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你也沒有做到 今天人家對你 你也沒話說 的確是有效 黃先生提告的情況我們看一下 漏報到短差 到因為短差所以虛報 這件事情在正常人的眼裡 都不應該發生 我跟大家一樣 我們都是正常人 我們也不相信 會計師會做這樣的事 我是柯文哲選總部的總幹事 在整個競選過程裡面 我們負責溝通協調各部門 所以這是我應該盡的責任 我身為總幹事 我們發生 財務部發生如此重大的疏失 我當然責無旁貸 今天要說什麼 剛才春晨委員講到說 我們的政治獻金法 其實我們政治獻金法 大家都知道是在 大家在申報的時候都在搞假的 沒錯 美國的政治獻金沒有上限 大家都是這個 你要多少錢就多少錢 這是兩個最大的差異 我們有規定的上限 但他不乏 然後現在大家就在這個規範之下 就是做出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賬 來做這個交代 可是問題是民眾黨不是 民眾黨他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你們認為不合理的規範之下 然後你卻出現了這麼嚴重的 他不是賬戶瑕疵 他是違法的問題 他是公然的違法的問題 而且今天是你的政敵要去搞你嗎 不是耶 是你的長期的合作的單位 不管是時樂或是你要 他們因為那個公告出來的 公告出來之後 他們說我們沒有收到這個錢 他們報出來的 是這樣子才報出來的 並不是說來自於民進黨或什麼的 大家在那邊盯你的東西 民進黨盯他能夠盯出個什麼東西來 他你如果不是 我不是接你的這個業務的這個單位 我怎麼知道我有沒有收到這個錢 民進黨他能怎麼說 他除非就是有內部的人爆料 他們才會知道 所以說民眾黨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本來就是要很誠懇的 很誠實的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而且經過了這幾天 民眾黨的說法 柯文哲的說法 然後端木會計師 就是他發出來的聲明的 兩邊的話都對不上 今天檢調就是來搜索了 我相信很快就會讓大家知道說 他到底是哪一邊在說謊 有沒有這麼離譜的會計師 就是你就是砸你自己的招牌 你就是完全就是 在做一個違法的這個事情 然後有沒有這麼瞎的一個 競選總部競選團隊 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發給黨員的這個信息 裡面還在講說 我們是因為民眾黨第一次在總統大選 所以沒有經驗才犯了這個錯誤 開什麼玩笑 你因為第一次總統大選 你就可以犯這樣的錯誤嗎 你是沒有選舉經驗嗎 你選過台北市市長 不是一次還是兩次 黃珊珊 黃珊珊你剛剛那邊講那個什麼 他也是選過台北市長的人 更何況他還是律師 他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當他們合作的這個公司 時樂 而且還說據說過去是他的好朋友 來去跟他們聯繫說 我沒有收到這個錢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怎麼會是用那種 危機處理的態度 要是我的話 我是嚇死啦 我是柯文哲的話 我早就把這個黃珊珊找來 把這個時樂找來 把會計師找來 把財務找來 就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怎麼還會去拖了這麼多天 然後他的查賬的會議 他自己又不出席 然後是跟他們匯報 然後到那個時間點上 根據這個民眾黨的說法 這個會計師才說 我是做了帳目調節 開玩笑 這騙誰啊